你好,这里是张林视野 据这个重庆晚报报道 重庆的一名司机 弄而干掉了一名贪赃王法的交警和一名仇人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重庆市的咏川区 昨天的时候呢 有一个开奥迪的26岁的女子 与一辆出租车发生寡秤 这个呢,我是现在开车开了一年多 我体会到寡秤是正常现象 比如有时候你甚至转一个弯 甚至在停车场上面 你停车的时候呢 都有可能跟旁边的车寡秤 而且有些寡秤呢,是轻微的 因为人的判断呢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距离可以拐过弯去 但是呢,事实上呢 可能有一点判断 有一点点失误都可能造成寡秤 寡秤是正常现象 反正我开车的体验呢 是,如果,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 你寡秤以后呢 如果事情不太严重的话呢 最好呢,双方呢,友好的谈判 或者呢,双方彼此呢 谁也不要就是说 去轻易的去报警 因为否则的话 带来的麻烦太无穷了 比如说上次 我在纽约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 我看到有一辆车停在路的这个入口处 就是高速入口处 我以为它那个车停下来了 我看不到它的这个 要走动的灯光 我以为它像周围的其他车辆一样 因为那附近是一个 这个停靠站 就是公交车的停靠站 我以为那辆车也像其他车一样 暂时停着休息 我就呢,想从它的右边过去 结果没想到被它 我刚一到前面 我是慢慢滑行到前面 结果呢 它一下子就冲上来了 因为它的眼睛只看到 这个高速公路有没有车辆 没有车辆 它就急忙加速冲过来 结果呢,刮上了我的车 还把我的这个车的那个 左边的这个后视镜给撞掉了 其实当时呢 我后来呢 我就跟他两个没商量好 就把警察叫来了 我认为是他的责任 他当时呢 他说那就叫警察来吧 结果警察来了 弄到我后来这个保险费呢 升高了 我估计最起码 我省失了上千美元 而且呢 后来到现在呢 那个事情的事故责任 都没有认定 是他撞了我 但是交警认为 我也有责任 他说你不应该 在没有确认 那个车是不是要发动之前 或者启动之前 你没有确认之前 你不应该从它的这个右边插过去 因为前面那个入口 并不是能够 让两辆车并行 就是说那个入口设计点 是一辆车 你应该等在它的后面 弄清楚了 然后呢 再前进 或者说从它的左边 或者从它的右边 再跃出去 再加上我的语言不行 这个跟交警也好 跟那个女子也好 都没有足够的交流 所以说呢 我这个后来的经验呢 就是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呢 我宁愿向对方道歉 然后就不了了之 就算了 就双方呢 如果要是认为我的责任呢 我赔他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就完事了 否则的话 真的很麻烦 中国呢 这个四川发生的 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交警呢 当时就判定了 那个女子 负全部的责任 因为很明显 中国有很多女司机 确实呢 缺乏操练 比较紧张 判断失误 但是没想到的是呢 这个女子呢 有黑社会的背景 她这个回头呢 很不服气 她就迅速找人 也许找她的情人 也许找她的这个家人 哥哥之类的 回头呢 就派人去把司机给揍了一顿 还威胁了一通 随后呢 这个女人呢 又去找关系 也就看来她是黑白两道通知的 她又是找到了交警队的领导 疏通了一下 结果呢 等到第二天 双方到了交警队 接受处理结果的时候呢 那个司机当然是充满了愤怒 因为昨天呢 自己的车被刮蹭了 然后呢 那个女人又派人 去揍到了她一顿 所以呢 她已经是仇人相见 风外眼红了 事实上呢 这个司机身上已经戴了一把刀 准备等这个交警队 事情处理完毕以后呢 再去把那个女子教训一顿 戴一把刀呢 她一开始可能是 主要是为了防身 就万一这个女子 还要叫别人来的话 就可以抽出刀来干了 否则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女的大两个耳光 再踢上两脚 报复一下 昨天被殴打的这个情况 就完事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呢 这个交警呢 突然改变了全 昨天的决定 就是推翻了原来的决定 说这个出租车时机 应该负全责 那个女人没有负责任 这显然是一种 秉持这个领导的旨意 这属于一种腐败行为 但是这个呢 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 中国的这个 有句话叫做说 大言冒 两头翘 吃了原告 吃被告 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 谁给钱 谁有势力 谁有熟人 就站在谁的一边 决定可以任意改变 反正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 这个司机呢 当时再也抱不住火了 本来就是仇人相见 风外眼红 这时候呢 他再也不愿意去思考了 立即掏出刀子来 奋勇上前 把那个贪账方法的 这个交警 或者说参与腐败的交警 招令膝盖的交警 给砍了 给宰了 然后呢 那个女车主呢 一看情况不对 转身想跑 但是来不及了 也被那个出租车 司机从后面追上去 给捅倒 而且呢 据另一个消息说呢 那个司机在愤恨之余呢 把这个仇人呢 砍了有四十多刀 这确实太惨了 那四十多刀 足以把人砍得血肉模糊 而且呢 据说呢 这个女子当时还没有死去 还被拉到医院里去抢救 一直在经历了一整天 一夜的痛苦之后 在第二天 人才悲惨的死去 这真的是够惨的 这个网友这个刺客呢 就评价到了 说你这个官位再搞 也怕菜刀 权力再大 也怕爆炸 事实上呢 他也就是提示呢 中国人呢 在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用菜刀 用炸弹来说话 中国的这个交警的这个腐败呢 是举世闻名的 我也记得我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 我曾经到这个广州 深圳一带去出差 我听那个当地的朋友跟我说了 那个地方的交警好到 混得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个交警呢 会有六个马仔 六个马仔呢 专门替他这个谈判收钱 比如说交警呢 就动不动在一条路边 一天都能拦几十辆车 把几十人的驾照给扣到自己手里 然后呢 交警当然不能够参与腐败 那他怎么办呢 他的马仔就会拿着那个被扣司机的这个驾照 去跟那个司机谈判 你这个事情多少钱多少钱 你给钱我就把你驾照给你 也不扣分 什么记录也没有 你不给的话呢 就要照章办理 如果呢 就是你举报的话 那个交警就说呢 哎呀我不知道啊 这办公室里面可能经常有写警 我这个港庭里有写警 我把资料放到这个地方 准备向领导汇报 回头处理 但是没想到呢 可能其他人就把这个东西拿走了 我不知道啊 他就可以推脱责任 更何况呢 他还可以向领导贿赂一笔钱 所以说呢 即便你去控告那个交警也没用呢 因为那个交警有的是钱 而所有交警队的领导呢 实际上他们主要的来源就是什么呢 就靠交警的孝顺 也就是说呢 他们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投诉 或者上级领导的批示 说某某某交警 贪账枉法 做得很过分 一个月都能贪污 几万块钱 一年都能牢上几十万 上百万 没关系 这个领导呢 就会盘算一下 从他这个手里面 能够敲诈多少钱 然后就找了谈判 说你看看 我们现在接到了那么多的投诉资料 而且领导又有明确批示 要治你的罪 你可能要被调离岗位 亲着调离岗位 重则可能给你送进看众所 这时候那个交警呢 就会吓得魂不覆提 然后说你看 这个五万行不行 十万行不行 然后呢 他就会把自己贪账王法的钱 拿出来分给领导 也就是说 双方同流合污 共同享用这个犯罪所得 这是中国交警队 也是中国公安部 所有警察和警官 都是这种肮脏的合作关系